爱的根基 第二部分 爱的目标 第七日 神在肉身中 亲自经过痛苦的死而复活 把我们救到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 而投入神的怀中 与亲爱的神面对面 我的神啊 你是我爱的目标 你是我爱的中心 因此 我的心平稳安静 好像断过奶的孩子 在母亲怀中 她只要她的母亲 连母亲的乳汁 她都不想吃了 主啊 我只要你自己 连你的祝福我都不求 我只要你自己 我的心在我里面真像断过奶的孩子 你是我的主 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 我有你自己 我就有一切好处 但我不是为得好处而要你 只为着你自己而要你 爱我们的神啊 你受劳苦 拯救 拯救我来得着你自己 宝贵的你自己 你真是我的满足 我的安息 除你以外 在天上我有谁呢 除你以外 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 你夺了我的心 我因你安息 有你就够了 我们向主祈求的太少 因为所求的不是主的自己 看我们所求的 就可知道我们是怎样的人 施恩的主常为我们所求的叹息 他等着要把最好的给我们 最好的就是他自己 求主 求主明锐的目光照射我们里面 并且抛出一切代替主自己的东西 我们传扬主 为的是要把个人在基督里 完完全全地迎到神的面前 以神为爱的目标 人心被主吸引了 就自然以主爱为对象 人心对准主 就自然反照主的形象 当人心重看人 就模仿人 就如有些年轻信徒 模仿他们所看为敬虔的长者 甚至模仿他们的咳嗽 他们的言笑状态 说话腔调 装作敬虔的样子 这都是因为人心没有对准主 不可像财学走路的小孩子 穿上他父亲的靴 他必定跌倒 唯有对准主自己 并非模仿主 乃是被主充满 表彰主 这才是实在的敬虔 我们的心比世界更大 所以世界不能满足我们的心 神比我们的心更大 所以唯有神能满足我们的心 爱我们的神啊 我爱的目标就是你自己 不是喜乐平安 甚至不是你的祝福 唯独你自己 不管路途如何黑暗 不管代价如何重大 只要得着你自己 我得着你 像一朵花对着日光开放 我的心被你吸住 正如一块铁被磁石吸住 我因你安心 因你夸耀 因你喜乐 只知道享受你的宝贵 欣赏你的美好 阿们